爆炸声响不断 这里是俄罗斯西部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 监视器清楚拍到城市内的角落遇袭爆炸 画面瞬间尘土飞扬 贝尔哥罗德地区已经连日遭到 乌克兰RM-70吸血鬼火箭弹袭击 即本月24日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成功拦截22枚吸血鬼火箭炮 昨天再度发文表示 在27号晚间遭到基辅发射的吸血鬼火箭炮攻击 并利用防空系统摧毁了其中18枚火箭弹 不只利用捷克原著的吸血鬼火箭炮助阵 乌军近来持续出动陆海空三军 针对俄罗斯高价值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包括出动轰炸机实施超低空突袭行动 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造成巨大压力 镜头回到乌克兰境内 在乌克兰南部战线也传出 乌军以JDAM航空炸弹成功清除了 俄罗斯位于赫尔松左岸的指挥部 据了解这是一款 有美国军援的精准型套件 必须安装在传统航空炸弹的外部 透过GPS系统和控制翼 让原本的炸弹摇身一变成为精准打击的武器 不过俄罗斯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空军方面拥有数量与技术优势 根据俄国国防部公布的第一视角画面 一架苏-25攻击机在占领的盾内刺客地区 对乌克兰武装部队连续发射飞弹和炮火 并宣称所有目标都成功命中 另一段画面则显示俄军苏-34战机 对盾内刺客的南部方向使用高爆航空炸弹 对乌军目标进行轰炸 乌尔开打至今超过两年 双方陷入焦土战 也让原本国防产业规模就不大的乌克兰武器和弹药 一度拉紧爆 而在过去一年 美欧等国都减缓对乌军援的情况下 乌克兰正计划大量投资国防产业 根据了解乌克兰政府今年用于发展自制武器的预算 高达近14亿美元 是乌尔开战前的20倍 这样的策略就是希望能用自制武器扭转战局 以上是记者陈寅君整理报道